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 我是陈子 今天很高兴是请到了来自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师薛小姐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薛小姐你好 初心你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A股的具体表现了 那么今天胡升两市的股指开盘呢是涨跌不一 随后整体上维持在震荡的走势 临近上午收盘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波的跳水行情 那么也是令得这个跌幅是有所扩大 但是午后呢指数下跌新低之后呢就有所反弹 那么随着一直在水下震荡 军工板块整体的涨势呢就是表现相对比较不错 那么券商板块早盘的风光无限之后啊 已经是全军覆没 那么到收盘为止呢两市都是双双的收音 那么成交量呢较前一日呢是再度的放大 我们也是看到截止到收盘为止呢 上证指数是跌27点报在3202点 也是显守住3200点的这个关口 那么上证程指呢第56点是报在10197点 或是300指呢是跌19点受报在3421点 而创业板指呢也是跌的状况跌14点 是报在1882点 那么薛小姐对于经典A股的走势 你是怎么看的呢 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三大指数都是沉压下行的一个状态了 那么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 因为昨天在尾盘的时候呢 四行股方面其实是相对来说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回落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打压了一个人气的经济性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看淡的一个情绪 今天也是继续左右着市场 那么看到其实在早盘升幅的比较大的白酒股也好 还是券商股也好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上去拉动大盘上行的 但是这样的一系列个股它并没有持续到 尤其是券商股我们看到其实下午的跌幅远远是超过了上午的涨幅 那么也是使得大盘整体都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沉压下行的趋势了 那么户指方面其实也是今天跌了比较多 基本上接近了1% 那么也是突跌破了3200这个重要的关口 那么我们也是认为 其实这个也是看得出来大盘到目前为止 整体的一个人气并不是非常之旺 那么也来关注一下今天成交量的情况 截止收盘的时候呢 两市合共成交量是4993.4亿元 那么创业板方面呢也是相对比较低 一直保持在500多亿元的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去看这些数字来看呢 其实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个多方意愿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那么也是没有维持在5000亿元这样的一个高位 那么接下来也是看一下板块方面的一个情况了 板块方面来说 今天热点板块刚才也提到 整体来说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个多的情况呢 在之后也就是陆陆续续的都回落回来 那么也是基本上吃掉了前期的一个涨幅 那么今天具体整体来看呢 我们可以一一看一下重点是集中在包括券商 白酒国防军工 还有一些养老概念股这样一些板块上 简单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析 首先看的是证券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昨天呢 中金所也是发布了公告 将会对于股指期货这一框 然后是正式进行一个解绑的一个解绑的一个 一个规定 那么其实包括交易的手续费也好 保证金也好 还是不管是放宽它的一个实仓数也好呢 那么整体对于市场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股指期货在开盘以后 就迎来了一大波的上涨行情 那么券商股也是随之启动了 所以早盘来说 券商股的整体走势还是非常之不错的 包括太平洋证券 中原证券 国海证券和华安证券等 都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涨幅 不过这个券商到后来呢 也是我们看到没有持续 一直是保持了一个回落的状态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白酒板块 白酒板块今天也是多方位全面上涨 包括水井贡 湖井贡酒 还有五阳夜 卢州老教 驼牌舍得等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白酒呢 其实年前也和大家说过 这个板块会迎来新一轮的高峰 那么主要一个原因 也就是白酒的一个高端酒方面的一个量价齐升 就使得2016年整体全年同行业的一个利润 同比增长了9.24% 那这个对于白酒行业来说 是一个明显的回暖复苏的表现了 那么我们也是会认为这一轮的一个白酒行情 也是会进一步的使得这个销售行情呢 在春节效应的带动之下 在2017年的第一季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防军工 那国防军工今天基本上是在今天下午之后拉起来的 主要是一大波涨幅 也是推动了今天下午的一个板块行情 但是并没有拉动大盘起到一个明显的作用 那我们其实看到国防军工在下午的时候呢 包括太阳鸟亚星猫链光电股份等 都是保现出了一个拉伸长的态势 那么另外光过工程和雷克房屋的呢 也是有相对比较不错的表现的 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提到今天上午跟大家分析过关于养老金的这一块了 那么养老金入市也是正式启动了 包括7个省在内的一共是3600亿元的基金 也是渐渐的会步入市场来 所以看到其实今天包括一系列的一些养老金个股上荣医疗 以理药业还有双剑股份等呢 都是有明显的异动 那么这是板块方面的一个整体情况 接下来我们从技术面的层面 跟大家看一下今天技术面的走势 那么今天技术面走势来说呢 就是比较悲观了 那么一根大阴线 你可以说是看到跌回了差不多三四天以前的位置了 那么五连阳之后呢 其实看到这个大盘整体就是 哪怕是包括昨天虽然是阳线 但是尾盘看到还是明显的一个次行股份 那么盘面上其实现在多方的意愿 其实一直并不是非常强烈 那我们也说过五粮 五连阳之后呢 市场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回调需求的 那回调到这个位置是否会进一步的下跌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在二月份的这段时间以内 首先我们之前说过一个二月行情 那么它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个稳定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会即将召开了 那么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以内呢 A股市场可能是会有一个震动调整 但是它绝对不会起到一个大起大幅的作用 那么无论是从政治层面也好 还是从市场层面也好呢 也是要求一个整体环境的稳定的 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 如果说大家现在手中 比如说扎我货的话呢 其实可以是在观望一阵子 因为它并不一定会 大幅的去进行一个下跌 反而是对于一些 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一些热点板块 男老金也好 或者是说白酒股也好呢 其实在它回落到一段时间以内 反而是可以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部署 包括国企央企的一些改革 因为它们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是处在一个回调的力度嘛 那么回调到一定阶段之后呢 我认为其实还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上升的 那么在两会期间的 这一段时间范围内呢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低期的布局 那么短期来看呢 超短期来看 还是在一个回调格局中 大家可以先去进行一个短线的观望 那么在回调之后呢 再去进行短线布局 那么看完了大盘呢 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 这个股指期货交易松绑的这样一个消息 那么其实呢 从2016年年底以来 就沸沸扬扬地传言了将近两个月之后呢 那么是终于获得了这样一个官方的确认了 那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2月16号晚上就发表了公告 那么公告当中就表示 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之下呢 中金所在综合了评估市场风险 积极完善监管安排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 按照发挥功能动态调整 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原则 来决定稳妥有序的来调整有关的交易安排 而这样这样的一次期指交易安排的这样一个调整呢 是期指相关交易限制举措 在实施近一年半之后的首次的松绑 那么配合以下 配合呢 来下调交易手续费 而降低保证金秉利 以及放宽持仓数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宽松措施 所以今天呢其实这个券商股整体是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异动 但是呢后续又有所回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措施 对一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 可能就要请教一下薛小姐 那么也要再请教你一下 可能今年对券商股之后的一个走势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嗯那我们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 首先是股指期货这一块了 那么刚才也提到 其实股指期货呢 终于也是在一年半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首次松绑 所以说它的一个意义呢 如果说从实际层面来讲呢 其实更多的它是从一个导向性上 那么就是大家说的气氛上呢 其实是给了一波红 类似于红包行情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那这一点来说 跟我们之前说的养老金数是有点像 就这个氛围上大家就会觉得 哦那股市将来可能是会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态势了 那么其实股指期货也一样 那你说具体股指期货这个交易量 是否能够说真正就是拉动券商 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呢 我个人没有说看的那么乐观 但是它其实是释放的一个监管层的信号 那么监管层信号呢 说明就是对于证券市场这一块 开始有了一个相对来说 认可和一个乐观的态度 那么如果股指期货去松绑之后呢 那么也是市场普遍就有望 就可以期待说 未来是不是会在养融方面也好 或者是说在印花税方面也好 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放松措施 从而去刺激资本市场 有一个正向和良性的一个发展呢 那这个我认为是市场所憧憬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这一点也是值得大家去 后续进一步进一步关注的 那么也来简单看一下 券商股方面的一个情况了 券商股我们知道 其实券商它最大的一个收入呢 其实也还是来自那个 经济佣金这一块 那么其实股指期货 它也是期货交易 也是经济佣金的一部分嘛 所以说从这一块的意义上来讲 难道你股指期货一旦松绑 对于经济经济佣金来说 肯定是一个好事 一定程度上也是会使得 券商的一个业绩有所复苏的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去年第四季度 券商业绩一直都并不是非常的好 那么尤其是16年整体全年呢 交易量相较于15年 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的 所以说我们也预期 2016年其实券商的业绩 并不一定是会说非常的好 但是2017年开春呢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 上市企业陆陆续续在 报业绩的时候 大约超过7成的企业 是有一个预期的局面的 所以这个对于券商 在接下来第一季度的行情来说 是会有一个振奋的消息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股指期货 刚才提到对于整个 A股市场的一个气氛上的影响呢 也是会有一定的一个作用 所以从这一角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会认为券商股 可能会在一季度有一个小的起色 但是这个起色 可能并没有说那么明显 混乱的一个幅度也好 或者速度也好 并不会那么大 而且另外还要注意防范的一个风险是 我们其实看到这段时间 券商的一个价格占乱的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国内券商一直是相对来说 在全球的佣金都比较低 一直是万二万三 那么前段时间其实出现了一个大单 是跌到了万一点二 那这个手续费其实是非常之低了 如果说这个手续费今年我们预期券商 继续这样去打价格战呢 那么你纵使你的经济业务量上去了 但是你这个总量受到拥挤的价格 这个比例较低的影响呢 还是收入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一块来说 我认为也是制约券商整体的一个 业绩表现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所以综合这样的一些方面呢 我们觉得券商这个板块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中性观望的 它可能会小有复苏 但是不会有一个太大的空间 那如果大家说想去投资的话呢 可以暂且先不去做这一块的考虑 好的 感谢薛小姐 给我们做出的详细分析 希望薛小姐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薛小姐 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的相关板块 你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